今次試試這杯 這杯這麼輕油 這麼清草調 沒什麼煙燻 是否撈靈 這杯是Cambleton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Tiger 上次講到幾個地區打破你的觀念 接下來今集你可能會很confused 因為我之前學的不是低地區 就是很light and delicate 三字蒸餾很清淡 而Cambleton就是濃厚 都重重地煙燻 原來可以調轉嗎 因為我們之前所提倡 或者是說你外面所generalize 所學是比較簡單直接代表到 那區的象徵性風格 但是不代表它全部 所以我們今次首站來到Cambleton區域 非常之有特色的一支 Hazelburn 這一支其實是Spring Bank旗下 其中一條產品線 專門是做Unpeter Whiskey 三次蒸餾 也是沒有煙燻的 而它自己Spring Bank 本身那條拉 就2.5次蒸餾 然後是中度的煙燻 而它最重的那條拉 就是Longgro 兩次蒸餾 所以其實它這間酒廠 都希望做很多種不同的風格 就好 我們現在一齊來試試 沒有煙燻味的Cambleton 究竟是怎樣的 立即聞的感覺 我就覺得是很象徵性 低地那種清草 但是有很輕柔的芬芳 非常舒服 濕來了更漂亮 這個味道 正 這個蜜味很香濃 有口感很順滑 入口的感覺 這瓶 46度 10年的酒 偏重Burban Castle 很舒服很輕柔 非常好的選擇 這些就是一些冷碗的推介 Cambleton沒有煙燻味 一點都不辛苦 不會很厚重的那種風格 輕輕鬆鬆 我覺得這瓶酒很Loland 接下來第二站我們就去到Loland Loland原來會有煙燻味的威士忌嗎 真的有 最近也是有一間新酒廠 El Sabay 這一間是屬於William Grants & Sons的旗下 你都所知他們擁有Balfendi Granfitic這些大大的品牌 但是這一間設在Loland 這間酒廠 兼負著非常創新性的任務 因為是一間酒廠想做四種Style 包括Extory Nutty Fruity 還有Healthy Pitted 總共四種Style PPM 由5個PPM 去到22個PPM 即Slightly Pitted 去到Medium Pitted 的這個Level 還有它總共是有16支Steel 在裡面 其中一些就會好像Balfendi的Steel shape 希望可以在這裡 重塑很多種不同類型的風格 而最近新出的一個版本 就是Elsa Bay 1.2的Sweet Smoke 48.9度 這支都算是十分之 在Loland來說十分之創新 加入了Smokey的味 很甜的Smokey的味 下去這裡 大家如果有這種創新性的精神 也可以試試這支 最後一站 Isla 我所喜歡的Healthy Pitted的形象 一直都以為 Isla The Classic Lady 這支雖然感覺一般 但它都是Unpitted的風格 還有最後一支 我覺得最好的推介 就是Burnerhaven 12年舊版的這一支 這一支是舊版的選項 12年46.3度 是非常溫柔圓潤 再加上 我馬上針給大家看 大家如果看到的話 顏色是深於新版的 而試起來 那個Sherry Influence 你會覺得 甜美過新版的那麼多 而煙燻味是很溫柔 好像一絲絲的海風那樣滲出來 所以其實艾雷島 都有很多Unpitted 但是Good Choice 這個就是我誠意的推介 這支喝下去很舒服 很圓潤 怕辣真的可以試試這杯 輕輕的的海風釣 再加上很甜美的花果香 所以就是說 不要再被那個所謂的區域風格 所搬著自己 Open up多一點 真是去Explore一下 多些不同酒廠的獨立風格 不要因為它純粹是 便宜一點 沒有那麼出名 就不去試它 Open up多一點 其實威士忌的世界 非常之有趣 好嗎 記得追蹤我的頻道 之後繼續為你帶來更多有驚喜的波桃